梁友塞桶闷杀气失 二男判梁四星 被警方逮捕时 凶贤闹得要警方不要打他 他就是去年犯下中恒 双统失命案的凶贤杨洪如 台中地院今天依杀人罪 判他两个死刑 欲求其身而不可得 认为被告已经没有合理期待 还有交往矫正的可能性 因此依法不得不判处被告 这样的死刑 去年九月底和十月初 中恒公路经报两起统失命案 死者分别是72岁老王赖光雄 和59岁的男子陈章克 调查发现 开马杖赌场的杨洪如 为了抢走赌客 陈章克的多金女友 去年六月安排夺命之旅 下药迷婚成章克 再塞入铁桶 封盖闷死 再到中恒丢垃圾弃尸 后来立名赌客赖光雄 赌输十多万元 指引他诈赌 他又从事故技 风筒杀人 再找朋友丢垃圾 紧紧之后 寻现逮捕他到晚 而家属梦到死者托蒙 被丢在中恒山区 寻山后找到尸体 侦破此案 本案阳姓被告 以其为残忍的手法 先后虐杀两名被害人 面对诸多环环相扣的 积极证据 被告没有反省或回物 对被害人家属 不道歉 不赔偿 何怡婷因此认定 他冷酷残忍 视人命如草剑 害他死刑 动新闻台中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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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